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一日三餐,天下不同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早餐,德式香肠与法式可颂的欧洲味觉起航 二午餐,墨西哥玉米饼对决意大利烤蔬菜的阳光午餐 三晚餐,波兰饺子遇上泰式炒饭的欧亚风味交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 德式香肠与法式可颂的欧洲味觉起航 各位亲爱的美式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起航前往一个遥远而又美味的大陆 欧洲,探索其中两个国家的早晨风味 德国的香肠和法国的可颂 这不仅是一场味觉的旅行 更是一次文化的探险 所以,请洗好您的味蕾安全带 我们即将起飞 首先,让我们飞越来银河 降落在了拥有丰富肉类文化的德国 在这里,早餐不是一件小事 而是一场盛大的肉食盛宴 德式香肠 或者更专业地称为Worst 是德国人早晨的忠实伴侣 想象一下 当晨光照进厚重的窗帘 一位德国人正坐在餐桌前 面前摆住一盘热腾腾 香气四溢的香肠 这话面紧直比哥特式教堂还要庄严 德国的香肠种类繁多 有超过1500种 从粗糙的布拉特沃斯特 到细腻的维也纳香肠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制作工艺 而且,别以为德国人只是随便拿根香肠塞进嘴里 哦不,这是一门艺术 一门需要搭配酸菜 黑麦面包和一杯浓郁咖啡的艺术 现在,我们再次起飞 穿越阿尔卑斯山 降落在风情万重的法国 在这里 早餐是一种优雅的艺术 而可颂则是这门艺术的代表 这个看似简单的黄金色羊角面包 其实是法国人精湛烘焙记忆的结晶 可颂的外层酥脆 内层柔软 每一口都能听到那令人愉悦的咔嚓声 这声音足以唤醒最沉睡的味蕾 而当你搭配一杯香醇的咖啡 或是一小杯浓郁的巧克力 那简直是对早晨的一种直径 法国可颂的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 有人说它源自奥地利 是一位名叫奥古斯特 扎恩的烘焙师傅在为耶娜创造的 但不管它的起源如何 可颂已经成为法国文化的一部分 就像埃菲尔铁塔和摩马特高地 一样不可分割 所以无论是德国的香肠 还是法国的可颂 它们都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是文化的载体 是历史的见证 是每一个早晨新的开始 下次当您坐在早餐桌前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味觉之旅 Bon Appetit和Guten Appetit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 墨西哥玉米饼 对决意大利烤蔬菜的阳光午餐 各位韬克与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将来一场 跨越大西洋的美食对决 一场在五间阳光下的味蕾盛宴 在这一边 我们有来自拉丁美洲的热情舞者 墨西哥玉米饼 Tocos 而在另一边 则是来自地中海的优雅贵族 意大利烤蔬菜 Virger Ella Greglia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开始这场美食的对决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来自新大陆的选手 墨西哥玉米饼 一种源自古老阿兹特克文明的食物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玉米饼就像是一张小小的食物画布 上面可以涂抹各种色彩斑斓的食材 烤肉 生菜 番茄 起司 还有那不可或缺的酸辣酱 每一口都是一场味蕾的嘉年华 让人忍不住想随着墨西哥马林奇英乐起舞 转头来看看我们的地中海贵族 意大利烤蔬菜 则是一种讲究简单与纯粹的艺术 这里没有过多的调味 只有橄榄油 海盐 新鲜黑胡椒 以及或许一抹柠檬汁的轻盈点缀 当茄子 甜椒 洋葱和蘑菇在炭火上缓缓烤制金黄石 它们是放出的香气 足以让任何一位意大利老奶奶骄傲的点头称赞 这是一场味绝上的漫舞 每一步都讲究节奏与平衡 现在 午餐的钟声已经敲响 阳光正好 这场对决也即将结小胜负 墨西哥玉米饼带来的是一场热情奔放的派对 而意大利烤蔬菜 则是一次静谧优雅的午后小聚 究竟哪一方会赢得你的心呢 当然 美食的世界里没有真正的胜负 只有不同的风味与体验 无论你选择哪一道菜 都是对未来的一次冒险 对文化的一次深入了解 所以 拿起你的餐具 准备好迎接这场午餐对决吧 不管是墨西哥玉米饼 还是意大利烤蔬菜 它们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 也都准备好了要在你的舌尖上 挑起最美妙的舞蹈 Bon Appetit 或者该说 Biom Prucho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 波兰饺子 遇上泰式炒饭的欧亚风味交融 各位涛客与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场位垒上的国际盛会 当波兰的饺子遇上泰式炒饭时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波兰的饺子 或者更专业一点 称之为皮耶罗吉 Pirogi 这可不是一般的饺子 它是波兰的国宝籍美食 拥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皮耶罗吉的外皮柔软 而有弹性 内衔则可以是肉类 奶酪 甚至是水果 多样化的选择 让它成为了波兰家庭聚会 和节日庆典中 不可或缺的美食 而泰式炒饭 又名为泰国的国民美食 它的特色在于 那独特的酸辣口感 和丰富的香料使用 泰式炒饭通常会加入新鲜的虾仁 鸡肉或猪肉 并且搭配灼蛋 洋葱 蔬菜等 最后撒上一把香脆的花生碎 这样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饭 就完成了 现在 想象一下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美食相遇 一边是来自欧洲东部的波兰饺子 一边是来自东南亚的泰式炒饭 这不仅是一场为绝上的交融 更是一次文化上的对话 波兰饺子的温柔与细腻 遇上了泰式炒饭的热情与奔放 就像是一位波兰贵族 遇上了一位泰国舞者 他们在餐桌上 挑起了一支跨越欧亚的舞蹈 这场美食的盛宴 不仅仅是将两种 截然不同的食物放在一起 更是一种创新的尝试 它打破了传统的界限 让我们看到了 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与融合 当然 这样的组合 也许会让一些传统主义者感到惊讶 甚至是不解 但正如历史上 无数的探险家和创新者所展示的那样 新的尝试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所以 下次当你在餐桌上 看到波兰饺子 与泰式炒饭着对异国情旅时 不妨大胆地尝试一下 谁知道呢 也许你的味蕾会 因此而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 不过 记得在享受这场欧亚风味交融的盛宴时 别忘了配上一杯好酒 毕竟 美食与美酒 从来都是最佳的拍档 干杯 各位亲爱的观众 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了德国的香肠 和法国的可颂 墨西哥的玉米饼 和意大利的烤蔬菜 还有波兰的饺子 和泰国的炒饭 这些美食 不仅带给我们味觉的享受 还蕴含着文化的故事 和历史的见证 每一道菜 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制作工艺 它们都是一种 对文化的表达和创新的尝试 我们通过这些美食 看到了不同国家之间的 相互尊重和融合 也体验了美食的无穷可能性 我们的味蕾 是一个奇妙的冒险家 他们喜欢探索新的风味和组合 所以 当你坐在餐桌前时 不妨大胆地尝试一些不同的菜式 让你的味蕾 也成为一位勇敢的探险家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已经尝试过这些菜式 你有什么样的美食故事和经验 想要分享吗 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应和讨论 让我们在美食的世界中 一起交流和分享 一起创造更多美味的回忆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希望你们下次 也能和我们一起探索 更多的美食世界 愿你们的味蕾 永远开心 愿你们的胃口永远旺盛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